7月26日歌手2024总决赛 歌王之战打响 歌手那英最终登顶 与此同时在万米高空之上的 厦门航空北京飞往多哈的MF845次国际航班上 数百名乘客也通过全球最领先的 空地互联技术同步收看节目直播 见证本季歌王的诞生 这条航线是厦门航空2023年10月起航的 彼时正值中卡两国建交35周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该条航线的开通 为两地经贸往来 人文交流搭建起更加宽广的空中思路 而且她喜欢一些歌曲 她在微博写了一些中国的歌曲 我喜欢东西的食物 我喜欢中国食物 尤其是烤鱼 麻辣炭 鱼肉炭 中国是非常安全的 有一个很美丽的建筑 尤其是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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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 众所周知这个鹰子 是非常的有感染力的一个歌手 然后我也是北京大妞 鹰子也是北京大妞 所以鹰子冲 去卡塔尔是转机 然后从北京到卡塔尔 然后再从卡塔尔飞到这个坦桑尼亚 参加世界非洲元大会 特别荣幸能够参与到中非 这个中外交流 中外合作 这个领域当中 更好的这个讲述 我们的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